昨晚我和閹姐的JAM哥 原來有個網友Pussy Shooker 就說你學了兩年Pussy Shooker 我們的網友真的很有趣 我跟他道歉了 你不用經常瞪著我 最近也沒有 他說我學了兩年 都學彈成這樣 他說我學了二十多課 二十多課 重要的 中間我還要經常去買東西 我做班長的 而且我無法顯示 因為現在是新結他 我真的想賴 今天我們的初班已經報到七個人 好 還是八個人 有一位對新的網友說用電結他學 他說阿兒說也可以 但其實也學到 但其實是兩件事 木結他有人跟我說 木結他怎樣勾子 木結他 很痛 是的 其實木結他因為是很樸做的 但是所有技巧 其實可以玩很多東西 但我也不懂得說這麼多 真的不對 他不是說電木而已嗎 當然不是 電木就換電木 其實我也很慘 這支結他歌曲都說比較腥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不是按得很習慣 所以我真的要在那天 那個是非法人局 遇到一個網友 他叫我買一支貴一點的結他 他說是有道理的 當然了 一分錢一分貨 因為貴的結他除了好音之外 還要好按一點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要用一支販賣的結他 令你沒心思考學 你難以為這樣 我也在考慮的 我每晚在臨訓前 即使我已經準備了 我都拿一個結他 會彈三個幾十分鐘 但是我總是在鏡球面前 能夠表現最好的臉 我真的很遺憾 但是我終於都會的 OK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 快點報名 我真的很遺憾 我們上個中班有十個同學 現在有八個報名 有一個還未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放棄 真的很可惜 要自己繼續練習 好了 記住 明天各位網友 我知道 我會很突然間跟大家說 醋到了 但是你們不需要上來撲起來 因為這次批貨 是全批都被人訂了 但是六月底的批 其實也訂了到七七八八 為甚麼會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我其實那些貨量 是已經成二、成三、成四 這樣下的 但是真的越來越多人買 可能有些人會害怕 說經常不想夠貨 我們想怎樣 我想還是買 就是買多一些 在父親節的期間 除了買這個龜苓糕之外 那我們這星期六天 還有甚麼買 原來 因為水王還未知道我們的海膽 是回來的 有些人說 不是呀 海膽東張西網說有披霜 刺人線的人 日本直播都這樣吃 吃一級的海膽就沒有披霜 吃便宜的海膽 就可能真的有披霜 不過你吃的披霜 也要吃不知多少 一次過吃到 七、八、六十八 才會自死 我們多鯼魚 我們盆菜 還有 稍後忘記說 我們那個刺 就正式接受預訂了 就是我們上次吃的雞煲刺 記住 雞煲刺四人份 每人兩兩 一、二、八、八 二十多吋的牙筋 好想見得人 OK 如果你要賣 你要不要也行 我的家廁 足一斤 足一斤 多誇張 那個牙筋 急凍的 於是乎那個刺物大了 我做法有些 我要再跟大家說 你不可以這樣蒸 因為兩個 一個是要雞湯煮住 另外一個 要另外一個 要有空 那就是一、九、八、八 兩樣東西加起來 真是很划算 為什麼呢 那個牙筋 我就投降價 七、八、八、十八 一、二、八、八 加七、八、十八 也要二千、一、一、二十多 沒有 一、九、八、八 那你就很見得人 父親節就好 那個次每人吃四、五、兩次 還有那碗次也千、九、幾、元 四碗次每人四、五、兩 那是六千人 原來你只會二千人不用 味道是好過了 你那些什麼新刺激 好了 記住訂我們八爪魚 糟了我忘了 粥龍卷 卯蛋蝦就不用訂 但是最好訂的時候就穩妥一點 醬拔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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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一樣的 我忘了 牛肉 牛肉不用訂 牛肉不用訂 八爪魚 海膽、醬拔磅 八爪魚和竹龍卷 因為蝦和牛肉我平時也有的 OK 那這個星期 明天再見 但是吃東西吃東西 這個星期是6月5日 那些醋應該是 我自己估計 我估計 6月3日就到我這裏 6月3日 到時我會WhatsApp大家 大家不要心急 OK 那再下一批草 其實就會有樽裝 如如無意外 還有30包裝的 30包 30包裝的 到時先不要說價錢 到時再看怎麼安排 一般在家裡 我都覺得樽裝比較高 OK 這次還有 這次來了 如果你要搶 一定要搶那隻Morrin Ness 這隻Morrin Ness 我相信日後 它的銷量可能 甚至乎會超過醋 因為我上去網 跟馬來西亞的群組 那些人聊 哇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隻糖尿之王 濕疹之王 你們有沒有遇濕疹殺濕疹 遇糖尿殺糖尿 是沒有一個人不行 那麼誇張的 但我訂得很少 所以你這次要上來 這個可能是我們以後的重點 OK 還有我的眼鏡也到了 就是那個Look at me 是 我希望如果通關之後 去馬來西亞 我們最熟悉的一個馬來西亞女星 雖然年紀也不是太小的 這個林… 如果姐姐那個呢 林明禎 林明禎 希望我可以奉獻一個 講馬的 interview 因為我們畢竟是香港的名氣界 林明禎